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Express.js的入门课程 在前几期课程中呢,我们讲过了这个Express.js中ResponseObject和RequestObject的使用 这一节课呢,我们将来介绍一下这个模板中,Express.js中的模板的使用 今天的这个模板课程中呢,我们就大概就要介绍四个function 第一个function是这个app.setViewEngine 然后后面是可以叉叉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app.engine 也是两个参数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app.set叫views,后面是一个pass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上一节课其实已经讲过的叫response.render 这个是每次render都要用到的function 好,我们还像原来每次一样,在template这个文件夹下呢,建一个index,建一个packet.json 呃,packet不是packet.js,不是packet.json packet.json 然后把之前的packet.json复制过来,因为没有什么变化 这边是template 然后我们暂时先不用handlebar 进这个cd.template 然后npm install 呃,就install这个express package 然后回到我的index.js呢,呃,跟每一次课程一样,我先把上次课程的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把不需要的内容先删掉 呃,这些暂时都不需要 好 呃,engine呢,这句话我也不需要 setviewengine,也不需要 我们这里写一个比较简单的路由 我copy了上一次 删掉前面第一个这个回调案数 然后我们不需要这个 只需要 render 好 render 呃,写index吧 index.jad 好 我们这样呢,在test 这边写jad吧 test 这边jad呢 就render了这个index.jad 我们需要在template下面建一个view 4 文件夹 啊,这是分文件 在view4文件夹,在view4文件夹里面呢 建一个,呃,index.jad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写一个h1 hello word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template 我们启动一下我们的server 我等一下再给大家讲什么意思呢 我的index 好,我已经启动了我的server 我的server是这个样子的,把其他都关掉 我来访问一下这个localhost jad oh, can find modeljad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因为jad我没有,没有安装 所以我需要把它放在pocket.json里面 任何版本都行,我还是用信号来代替 好,我们再关掉当前的程序 npmi 稍等一下这个安装,安装结束后就是node index 这样呢,我们再来刷新这个 就可以看到holloworld了 我给大家,现在我简单 因为,为什么我在上一次实现中要写这么复杂的code 来引用handlebar 这一节课呢,我只需要简单的一行code 就可以,可以render这个template呢 就是因为,在jad中呢 在那个express中呢,他默认支持的是两种template 默认支持哪两种template呢 默认支持,我这边写在这边吧 默认支持esj和j的 今天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j的使用 因为j的是默认的两种template之中一种 呃,他俩区别只是与语法不一样 使用方,就是在express这一侧的使用方法 基本上都是大头小异的 首先,我呢,没必要像上,对比一下上一节课的code 像上一节课,我是先注册了engine 在set当前的vueengine是hbs 这样的话呢,在之后我引用这个render 就是render任何文件的时候,我不需要写它的那个拓展名 它就可以自动找到render.hbs 因为我当前注册的是hbs这个engine 呃,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我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如果你用了一个整个文件 就是点jade的话,就已经告诉express 呃,express当前我这个文件 大体是要用一个叫jade的引擎 因为它的拓展名是jade 所以说它就,呃,express会默认认为 它是会,你是会用一个jade的那个,呃,这个,呃,模板engine 模板引擎来渲染这个模板 所以呢,为什么,但是呢,jade的模板呢,是不需要引用的 因为jade是它自带的模板 所以你所需要做的呢,就是把它放到了packet到json里面 它install,让node,呃,因为它是一个node package 呃,虽然express知道,但express不会帮你安装 所以说,你要在node这一层,因为package是对node说的 packet到json是对node.js来说的 所以你要不但让安装express,还要安装一下 还要在这个dependency里面加上jade 这样的话呢,在index里面呢,呃,express.js呢 express这个app呢,自动就会帮你找到jade engine 呃,然后使用它来渲染这个文件 那我们来试一试,我如果把这个jade删掉 会产生什么结果,呃,我把jade删掉之后呢 我重新起一下server,他就会说报错 呃,因为他这边没有给,这边报的错是什么错误呢 no default engine was specified and no extension was provided 就是这个,呃,即也没有给,就是两种情况都没有满足 首先,没有这个extension告诉他当前用什么,呃,样的,这个,呃,view engine 也没有呢,set一个,呃,默认的view engine给,给,给,express.express 不知道要用什么 engine,呃,来渲染当前这个,这个模板 所以呢,我如果,呃,setview engine是jade的话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呃,我再重启一下server 我现在刷新一下,可以达到和刚才一样的效果 我们这样呢,就知道了第一个的使用方法 第二个的使用方法和第三个的使用方法 我先,我把这两个换一下 我准备先讲第二个,先讲刚才我写的第二个,再讲第三个 首先这个setview path 呃,大家想,可能想知道刚才呢,我很神奇的 在这边建了一个叫view的文件夹 那node.js呢,就知道默认的去view下面来找这个index,index.jade 但是呢,如果他要不在view下面呢,当我把这个,新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叫,叫,templates,我复制一下这个名字 我有个文件夹叫templates,在templates下面呢,我也有一个index.jade 然后我里面是个ptag,写this is templates 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想 render这个templates下面的这个新的index.jade 我该怎么办呢,我,我 copy一下这个 我就要写个templates吧 哦,templates templates 我想 render的是templates下面的index.jade 这样呢,我就需要用到这个,呃,setview这个pass这个功能 这边呢,这一行我先comment掉,呃,我要想让它pass是,呃,pass 我想让它pass是什么呢,是templates templates,ok 我们来重启一下server,呃,然后我们来访问这个templates 大家可以看到,呃,使用,就这样就使用了这个新的这个,呃,templates下面这个新的这个,呃,新的这个jade模板,index模板,而不是原来的模板了 这个是这个setviews的作用,就是告诉它我的views是在哪个文件夹下 这样我们就基本讲完了,呃,系统自带的两种engin的使用方法 就是不需要注册engin,就可以直接使用engin的情况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和我们的这种使用情况 就是handlebar这个engin的使用 handlebar这个engin的使用呢,我们重点是使用,呃,写写了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在,在最最前面使用的话呢,就是意思是告诉express我要注册一个engin 用什么来注册呢?用这个东西来注册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 所以我们需要,需要引用它,需要,呃,require这个module 这个,这个外部的这个,呃,library,就是express handlebar 这个,这种,这种template的系统,这个template engine 然后我require了这个呢,我告诉他engin,这就是hbs 用这个engin来渲染hbs 好,这样呢,啊,另外呢,我还要把它放到这个packet的json里面 让它install,我们不浪费时间,先让它install 好,install 然后回到我的这个,呃,index.js里面呢,我把这个不需要的删掉 我不需要告诉他为了engin是什么 我只需要告诉他,这边我给写个handlebar吧 呃,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handlebar.hbs 我们有个handlebar.hbs 在里面呢,我随便写点东西,写个,呃,p,一样写个p tag p tag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然后呢,我点,写点hbs 这样呢,我们就不需要这一句话 设置默认的那个will engine 这个我们这个原理,我们刚才知道的 就是我再运行一下它 它就会自动,因为根据这个extension 根据这个拓展名去寻找 我们已经注册过的engin 现在我刷新一下,好 willindirective template handlebar.hbs 不在这个里面 呃,很明显 我们这边拼写错误 呃,不应该是handlebar 是handlebar 现在我们的重新运行的server 来放完这个 就一定可以找到这个hello world了 呃,这是我们不注册默认安静 我们给它注册一个默认安静 是hbs 这边呢,我就不需要同理 这边我就不需要写清楚hbs 呃,这是一个道理 翻来覆覆就是这几个function 现在是可以使用的 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可以呢,呃,不注册 注不注册默认安静都是可以的 我也我也注册默认安静吧 我还可以渲染这个 我这边写一个handlebar吧 这边写个jade 我还是可以渲染这个jade的 这样的话呢 我的什么意思呢 我默认的安静是handlebar 运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我没有写extension 他会自动去找handlebar的这个 handlebar.hbs这个文件去渲染 但是到运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我写了新的这个拓展名 写的写了它的拓展名了 他就会自动去找jade 安静来渲染这个 呃,这个文件 呃,handlebar handlebar我可以看到hello world 我要写jade的话呢 我可以看到jade的呃,模板又被渲染 又被又被渲染了出来 就是说明呢 我们在同一个文件中呢 可以多套模板同时使用 我可以注册无数个模板 在不同的情况下运行不同的模板 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使用不同的模板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模板系列的课程 呃,今天的课程比较简单 就到此结束 在下一期课程中 我们像需要讲一个全新的概念 就是sus processor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间键 一个比较常用的中间键 它自动把呃,这个serve端的sus 或者scss scss或者或者是sus compile 就编译成css文件 并且传到前端 并且它有cache功能 就是缓存 也不是每一个前端的re 前端发回来的request 它都进行一次compile 而是只compile一次 呃,如果没有变化的话 如果这个服务器文件没有变化的话 就可以不断的把这个看实过的文件 每次都发回到前端 这样在我们呃,工作者 在日常那个开发中呢 是非常常用的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